Hello 大家今天换了一个很干净的背景 是因为要跟大家聊一下医美 我坐的这个位置正好是阳光这样子正对过来 没有打任何其他的光线 现在也不是阳光很强烈的时候 所以现在脸部就是在一个自然光下的自然状态 那现在这边列举一下我脸上十几年来做过的所有事情 因为大部分内容在以前热马机介绍的视频里都已经说过了 所以就不再重复了 那今天这个视频的最主要目的是跟大家说一下 我打了一个新的机器叫做SoftWave索夫波 其实这个机器也不是非常新了 它是在20年推出的得到了美国的FDA认证 但是做过这个机器的人很少很少 所以资料也很少 今天拍这个视频的主要目的呢 是因为很多同学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新的机器技术的存在 所以呢大家可以去做功课研究一下 功课方面呢 我把YouTube上所有的医生视频全部看完了 个人觉得讲的最最清楚的是这个林医生 他把整个机器的原理啊 包括一些科学研究成果 致应的人群 不适合的人群 他都说的非常非常清楚 我的主要目的是给大家分享这个手术的全过程 以及你的疼痛感受和术后护理 至于效果方面呢 由于时间还没到 虽然有那么一点及时效果 等一下会给大家贴对比图 我个人觉得还蛮惊喜的 那我们就赶快进入今天的视频主题 主要内容呢 会分为第一 大概减少一下这个机器和人马肌的区别 第二是如何找医生 第三是他价格 第四是我的整个手术过程 以及疼痛感受和术后护理 第五当然就是手术效果 看完所有的介绍视频 给大家做一个最浅显易懂的总结 日马肌呢平时对我们皮肤作用是紧致而没有提拉 那超生刀呢主要的作用是提拉 索富波呢它是尖锐了提拉和紧致两个功能 这才是为什么我会选择索富波这个新的技术来做 但是所有功课看完 我的感受是索富波在提拉方面的效果 应该是不及超生刀的 因为它可以到达的筋膜层次 以及温度是没有超生刀高 不过我个人呢 在松垮度和下垂度上面都还行 所以我觉得这个两个功能兼备的机器虽然没有达到极致 但可能用在我的身上却是刚刚好的 这个大家呢就要根据自己的脸部情况去做判断 你到底适合哪种机器 我平时呢喜欢自己把功课做好 而不是去医生呢坐着被医生面诊 因为美国这边比较特殊 所有的医院诊所全是医生私人开的 就是盈利性质的 而不像国内公立医院的医生 他们虽然态度服务不一定很好 但是你这张脸对公立医生的来说就是公事公办 你到底需要做什么 我觉得公立医生大部分应该都会说实话 那私人诊所的性质呢 就是他们会非常想赚钱 所以可能该做的不该做有没有效果 他都希望你多做一些 由于我是一个非常不喜欢被推销的人 所以对自己的脸要做什么 我都是自己来做决定的 我在看完大量的功课以后 决定自己要去做了 我就跟医生说我是不是可以做 他说你可以做那我就做 而且我不会被任何医生去鼓动做 我原本并不打算做的项目 那第二呢就是找医生 索夫婆找医生的方式和热马肌一模一样 都是在官网找就可以了 热马肌当时呢我就在官网上 soul sermage flx 就是那首出的第五代 你随便找几个距离自己比较近的医生嘛 然后打电话过去咨询价格 价格对我来说就是最后选医生的决定性因素 在美国我从来没有见过热马肌 有滑动打法这个手法 美国的热马肌一律都是定点打 低一下离开 低一下离开 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朋友 也没有见过任何在美国打热马肌的博主 是有滑动打法的 所以呢我认为热马肌这个东西 在打机器这方面是没有技术含量的 会操作这个机器的护士医生 对我来讲打串效果都是一样的 因为它并不像皮秒超皮秒的机器 会有不同的头 医生会针对你不同的部位去应用 不一样功能的头在你的脸上 那这个呢就是机器开了之后 把这个头的九百发打完就结束了 左腹波呢就跟热马肌是一模一样的 也是同样一个机器的头在你的脸上 哒哒哒哒三百下打完就结束了 所以呢我觉得只要机器是正品 对操作的技术人员没有什么太大要求 同样的索富波对我来说也是 价格是我最后选医生的关键点 那非常巧的是我的热马肌和索富波 是在同一个医生那打的 当时索富波呢我就搜了两家 离家里比较近的 新德西这边诊所呢问下来 价格都在3500左右 然后我就突然看到了我打热马肌的那个医生 我就发消息给这个医生了 因为我在他这打过仁马肌 所以他索富波给我的价格是2500万美金 那我肯定毫不犹豫选择在他这里打 之前有同学问我是哪个医生那打的 我给大家贴一下 他在仁马肌的官网和索富波的官网上 都是认真的医生 假如你不确定自己到底要去做哪个呢 你就可以去咨询一下这个医生 那现在才正式进入到 想要打这台机器的同学 就要听好一下过程和疼痛的描述了 先跟大家讲一下结论吧 局部是比热马肌更疼 但是整体没有热马肌疼 首先打热马肌 我两次都没有服过麻药 第一次由于是新手小白 我带了两粒止痛片去 我问医生能不能吃 他说你想吃你就吃吧 那第一次的热马肌呢 我的脸上大约最高能量打到是 我实在不太记得了 3吧大概 第二次打热马肌呢 我就打到了3.5 我的两次热马肌呢 操作护士 而且不是同一个 第一次打 我应该是打了一小时20分钟左右 因为当你疼痛难忍的时候 你会停下来传一下 第二次呢 我几乎是一口气连打打下来的 45分钟就打完了 那个护士看我忍痛能力比较强 就问我 你想不想快一点打完 我说我想的 然后他真的就蒙头一口气 完却没有让我听过打完 那我个人的感觉是 如果你是一个忍痛能力 比较强的同学 打热马肌的时候 就像我第二次那样 一口气忍下来 我反而感觉体验感会好很多 那先给没有打过热马肌的同学 说一下热马肌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 脸上画完格子之后呢 那个机器就是在你的脸上 就是像大家描述的 像烟头烫你的皮肤一样 打上去低一下离开 低一下离开 其实那一瞬间你不会特别疼 离开了之后就再也不会疼了 那疼是疼在什么 疼在整个过程它要持续900下 平均大家都要打到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左右 这就是时间持续的太久了 所以会感觉比较难忍 热马肌呢是先从额头打起 这块地方不疼 脸颊也还好 疼的地方是在整个脸的边缘的地方 特别特别疼 包括脖子这边 那热马肌我具体打的能量 实在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脖子和脸的边缘这边 我大概只打了1.5到2这样子 脸颊额头这边比较耐痛 应该就是2.5到3.5之间 那现在来说一下索夫波的疼痛 索夫波最疼的地方在额头 额头以下几乎都不怎么疼 而护士最先开始打的地方呢就是额头 当你额头熬过去了 基本上就OK了 那索夫波呢全脸打下来一共是300发 给大家看一下它探头长什么样子 那热马肌的探头呢 是一个正方形的小方块 索夫波为什么是一个新技术呢 以前的音波电波这种类型的热能导入呢 都是一个点一个点的 而索夫波呢终于做到了一个面积 那探头上有7个小方块 所以呢它一次是可以打入7排的3D能量注进去的 这就是为什么发数上没有热马肌那么多 它每一发可以进入到我们脸部的能量 会比热马肌那种单点探头要多好几倍 打索夫波的时候 我进去护士先让我孵了一小时麻药 当时我就惊了 我想难道比热马肌还疼吗 基金热马肌我是一个不孵麻药都能熬过来的人 那打的时候真的疼 我原本以为它的300下会比热马肌快很多 低一下就走低一下就走 但实际完全不是这回事 这个索夫波的头它要在你的脸上停留5秒钟 它才会低那一下 所以原本我以为照我的忍痛能力非常强的情况下 可能我20分钟半小时就能打完它 其实并不是整个过程还是要消耗到一小时多一点 所以我肤波的疼痛是这样的 它那一下刚低下气你觉得还好吗 但是呢可能到了第4秒第5秒你就会疯狂疼 我回家回看我打的过程中 其实我整个人都是在深呼吸 人都抖了一下那种感觉 打额头的时候真的很疼 你确实会感觉到是有一种热能量 在往你的皮肤里一层一层往里穿透的感觉 打到嘴角这边的时候 我甚至会觉得这个能量都快要跑到我牙床这个位置了 当然虽然有这个感觉 但其实这一块地方不是很疼的 那额头呢我的起始能量是3.2 其实我没有任何能量要求 护士给我开挤就挤 它应该是按照大众水平来给我设定的能量 第二部分比较特殊的是 这把机没有办法打眼周部分 而且会绕过眉毛 但是索夫波是可以打眉骨的 它的机器整个会正好压在你眉毛这里打 我第一次打到可以打眉骨的机器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最后可以在提拉上看到效果的原因 眉骨呢会比较快左边右边它各给你打三个来回就过去了 之后呢就是脸颊我打的是3.4 下巴这一边呢它说也是会比较疼 所有你有骨头的地方都是会比较疼 下巴能量是最低的给我打的是3.0 那下巴呢由于面积也比较小 基本上走三遍就结束了 它来来回回反复走的次数最多的就是两个脸颊 额头的次数呢是属于中间 那最后的发数呢都是打在脖子这边 能量打的是3.2 因为没有其他任何例子可以给我参考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打的能量是高还是低 据我的医生描述呢 诊所大部分的病人都比较喜欢做这个机器 要超过热马机 其实之前他给我做热马机的时候就说 为什么都是你们亚洲女生来做 当然第一呢就是热马机在亚洲比较火 第二呢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外国人吃不了这个疼 他们觉得热马机实在太疼了 人受不了 那相反的这个机器呢 可能外国人会知道多一些比较火 所以目前还没有什么亚洲人来做过这个机器 那我打的能量呢就给大家作为第一个参考值吧 现在就是敷完嘛要等待中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的脸的情况 那我整个脸是不对称的 现在这个是歪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二十几岁的年衰了一胶缝了六帧 所以老感觉自己知道缺一块 因为以前不这样 然后呢整个脸部线条也不太流畅 太阳穴呢凹一点 颧骨呢凸一点 脸颊这边再凹一点 但是我感觉这都不是太大问题 我对自己没有那么吹毛求疵 就过得去就OK 那今天是四月十三号 我是去年的四月十二号在这里做的热马机 正好正好隔了一年 所以很巧的就是我进场维修的时候 看见了这样一个新的机器 就来尝试一下 那早上我让叔叔帮我看了一下 好像我的这边脸会相对高一点 这边低一点 等一下让护士帮我先打这里 看一下效果 我刚让护士麻药敷到这儿 就是我想让这边先挑再大的清晰一点 其他没有什么很大要求 皮肤方面的话 我现在敷了麻药 就是有毛孔 然后一点斑 有一点发力纹 就这样做 现在就是记录一下 做仪器前整个脸的状况 这仪器居然可以做眉毛 但我好像没有什么提眉的要求 我眼皮倒是有点松了 不知道能不能有作用 我现在是这半边脸打完了 这边还没来 打不着特别打完了 好像是有小一点 我去再把两个画面放在一起对比看 现在全脸都打完了 有效果吗 可能有些脸还是有一点麻麻的 刚刚其实这边效果还蛮明显 这边我反而觉得不是很明显 不过我脸不对称这个是改善不了 护士跟我说主要还是看三到六个月以后 效果为主 整个全脸做完呢 在国外的医生这边 他们是没有敷衣美面膜这种事情的 做完你就可以走了 如果你没有带任何防晒的东西 他会帮你涂一个防晒 那我比较建议大家呢 就是做硬防晒 所有的术后护理呢 就和热马疾是一模一样 当天晚上回家就可以洗澡了 一个星期内呢 不要用那种带有磨砂类的产品 回家晚上我会给自己敷衣美面膜 之后的一个星期就是早晚各一次 做完之后呢我也没有觉得脸特别干啊 紧巴巴之类的 化妆的话理论上是做完你当场就可以化妆 但我没有这种需求嘛 基本上来说第二天开始 你正常化妆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总结下来呢 这个机器就是比热马疾多一个提拉的效果 那其他所有热马疾具有的优点 它都有 就包括一年只需要做一次 术后没有任何窗口 第二天就能出门 见人化妆之类的都OK 比较有区别的就是 我做人马疾的时候 术后没有肿也没有起水泡 但是这个术后呢 回家叔叔说 我半个脸微微有一点点肿 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好了 那这个可能就是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如果你希望术后可以正常见人的话 最好要在你有事情的之前 两三天提前去做 会比较安全一点 那最后呢给大家看一下 整个脸做完的效果 那其实我自己是觉得 当下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效果 但是大家仔细的看这两张照片放在一起 原本觉得没有什么极客效果 我被这两张对比照片给惊呆了 画面右边的这只眼睛 我看到了提升的效果 眼皮有被拉起来的感觉 因为年纪大了 胶原蛋白瘤 上眼皮就已经有一种 搭拉下来的感觉了 但是通过对比照片 我居然发现 上眼皮有被提上去一点点 还是蛮惊喜的 最终要呈现的效果呢 也是和热马肌很像 要在胶原蛋白被刺激再生的 三到六个月才会打到巅峰 那今年整个夏天呢 我都会回国 所以会很密集的拍Vlog 到时候大家就观察我 脸部的变化就可以了 那我对自己的要求呢 就是这边的下额线要清晰一点 那目前的话 由于数前也不是特别差 说这两天呢 单板拍出来的照片呢 确实线条也还可以 在做热马肌之前 其实我是一个线条糊糊的 有一丢丢双下巴的人 基本上一年一次拿热马肌 我又护着现在加上 做了这个索幅过之后呢 我觉得自己的下额线 是比在32岁 没有做热马肌内怀要清晰的 那至于脸上的紧致度啊 提拉效果啊 我觉得都不是很明显 所以呢 大家对这种一剂类的东西 不要期望过高 效果呢 应该是会有的 不至于到智商税的地步 但是也不会说有什么很惊人的效果 目前我是这个感受啊 因为有一点是无法被验证的 你永远不可能拿没有做过仪器的自己 去和做过仪器的自己做对比 那这种钱就看大家是不是心甘情愿的去花 目前对我自己而言呢 这种非注射类的仪器保养 一年做一次对我来想是很OK的 那今天关于索夫播这个仪器的介绍呢 就到这里了 学术方面的任何问题呢 大家还是去看林生这个视频 对整个机器的体会过程呢 以及疼痛方面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给我留言 专业的问题我是回答不了的 我只能回答大家一些过程类的体感 和术后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这个还是比较有经验的 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见吧 拜拜